你还是很刻苦每天坚持出成功啊 把自己的专业课更多的完善好 是吧 所以你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正能量 来感触影响你更多的粉丝 和更多的这样的年轻人 像 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能帮助到你 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这里告诉我们 哈喽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当时你在那个片场是什么样的情景 大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角色 就是在表演里面也能够看出来 就是他们俩的人物性格特点 童宗呢就是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一个女孩 也许言下的困难会让你丧失信心 不知所措 那阿杰呢就是一个就是大哥范儿的一个大哥 有困难就是面对 有梦想就是奋斗 所以你觉得董子健有大哥范儿吗 还行 还行 你们俩谁更有大哥范儿一点 我觉得都挺有 那场戏让你觉得自己最满意 然后觉得自己最受感触的 最热感触的我觉得 那个是小波天台的一场戏 但这个戏就大家去看就好 还要卖个关子不能剧透是吗 戏油杂货店呢将于12月29号上映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支持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也会感动到你 温暖到你 温暖到你 维持 剧眼又在火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